接着呢 说到霍思燕和这个雷佳音的正在宁波赶拍星期 《我的媳妇是女王》 那去年呢 这个是刚刚升行做妈妈的霍思燕 在采访的时候 这个一提到儿子呀 就特别特别的幸福呀 这个你是有感受的呀 总有这个阶段嘛 让我们就是泛滥一下母爱 对不对 用她的话来说 能够把孩子带在身边来拍戏 这是别提有多开心了 看一下 这次在电视剧《我的媳妇是女王》中 霍思燕和雷佳音饰演一对恩爱夫妻 别看两人在戏里是你浓我浓的 但一下戏完全就是互相掐掐 谁也不让谁的节奏 那能说一下和雷佳音的合作吧 那女的 挺好的 人家是女王我也不敢吱声 反正那个生活中挺像女王的 昨天怎么说的 就是她确实是我觉得挺符合这人物的吧 男演员哪说话不对 直接就上去打 我还挺疼的 打个影啊 来天天打 两人还有一层特殊的关系 雷佳音是霍思燕丈夫杜江的师兄 这么说来 师兄在片场偶尔摆摆架子 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啊 这师弟现在也管不了啊 找了一个明星太太 咱也不敢说 2013年9月霍思燕产下了重达八斤三两的大胖儿子小江江 如今一年快过去了 霍思燕已经复出拍戏 不过由于丈夫杜江也在忙着接戏 霍思燕就选择把孩子带在身边 而这也是她感到最幸福的事 然后我每天也可以陪她吃个早饭再来开工 所以我就觉得挺幸福的 说到孩子霍思燕的脸上是写满了幸福 不过按照之前采访的节奏 雷佳音肯定会在这个时候出来捣乱吧 他好讨厌的 他老让我儿子喊他爸爸 到我儿子已经两个月没有见到爸爸了 现在可能他以为他是吗 在你的哄片之下 他真的教过你爸爸吗 没有 娱乐青年底 雷佳音真会找新闻点 宁波采文报道 宁波未有 宁波未有